吴尼拉 咪咪咪嗓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爽爽 先一开始对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新冠肺炎的疫情状况了 那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号公布了全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的案例 那么花莲县呢通报三例确诊的个案 两例是匡列居家的隔离者出现了症状 那么经过了PCR筛检之后确定 另外一例是30多岁的男性 5月29号呢搭乘了台铁的太鲁阁号 从426次从松山至花莲 那么31号前往了快筛站快筛次确诊 那么同一天呢部华通布了PCR阳性确诊 花莲县防疫中心留意号公布花莲县三例确诊个案当中 两例是匡列居家隔离出现了症状 进PCR筛检确定之后 另外一名则是30多岁的男性 5月29号搭乘台铁太鲁阁号 426次从松山到花莲绑架的民众 案8863呢 它是一个30多岁男性的这个个案 那本身是做营造业的 那这个个案呢 它其实是在5月30号的时候呢 它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有点咳嗽跟肌肉酸痛的现象 那自己觉得不放心 所以在5月31号就到我们花莲市卫生所 我们设立了这个筛检站来做筛检 那那时候呢 筛检之后抗原是呈现阳性 因此呢 我们就立刻把它送到布列花莲医院 去做PCR的检查 那后来是阳性确诊 那在5月27号的时候呢 那它的公司本身是在 这个台北的南港机场 那个区块 那它当天呢 除了在公司办公之外 那在傍晚的时候 又到这个台北的转运站 那台北转运站是金站的转运站 那那边去领取东西 那但是根据个案的描述 它只要在户外活动 那基本上都有戴口罩 那5月28号的时候呢 一样 那除了在它的南港机场的办公室之外 那它在这个中午的时候 跟这个晚上的时候 就有去外带一些食物 包括在这个永和豆浆的昆阳店 那这个店 我们也去了解 店本身是有十连制 那这个店家本身也戴口罩 然后个案本身也有戴口罩 那它也有去7-11的昆阳门市 去买一些晚餐 那一样的 它也做好了他们的防疫的措施 那个案当天傍晚的时候 一样的有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转运站 精湛这个地方 去取物 拿东西 那它本身也在过程中 知数都有戴好口罩 那29号的时候呢 那在上午 它一样在南港机场的办公室 大家所关心的疫苗问题 花园县防疫中心表示 目前为止 花园县一共配得8800剂疫苗 并以第一线 医护人员为优先施打 目前已经有8770人接种 而花园接种率达99% 为全国最高 民众想要施打 必须要再等等 而且做好自尊防疫的工作 才是最重要的 记得详细 欢迎视频道